鎮鎮白煙從水溝竄出 紙蟲田劑 周周街道變得一片雾茫茫 新北市瑞芳區的發電機 緊急發電機組過熱 冒出大量白煙 看起來是這裡 宜蘭如東一處民宅 發生火警 一男子受困屋內 消防人火勢撲滅後 緊急將他帶下樓 3號早上9點多 全台大停電 各地都傳出災情 民眾一臉茫然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幾分鐘前 有通知嗎 沒有 本牌都沒電了 那現在怎麼辦 不知道 我打電話去電梯公司問 她是說 她那個電台那邊跳掉了 激動了這位富人可是嚇壞了 謝謝你的頭 我喜歡這裡 富人買完菜搭電梯要回家 結果受困在電梯裡面 嚇到腿都軟了 清竹店家無奈的站在門口 因為連電門都無法開啟 總共10萬3379住戶受到影響 必須包括竹市竹北 叢林湖口 灣西 興豐 另外會在東部的花蓮 近兩萬戶都停電 平交到號制也罷工 平交到這段感無法申起車子塞的一團 亂卡在鐵軌前完全無法動彈 民眾滿臉無奈 就連郵局的ATM也停擺 臨前的民眾全都鋪了空 外島澎湖也同步和台灣本島一起停電 大約10分鐘後就恢復供電 總共影響約9000用戶 這也是颱風電纜接連以來 澎湖第一次和台灣本島同步停電 民眾抱怨用電監風夏天都還沒有到 台電就五日錦斷電生活上亂成一團 交通郵局通通停擺 民眾全都氣瘋了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維吾 記者維 rechts